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华晴的J490M Pro 4的主板 这款主板呢采用了白色的格调 CPU也搭载了10项的供电 采用了8加4PIN的供电接口 4条内存插槽 支持超频到4300兆赫以上的DDR4内存 只可惜呢 这款主板是不带钱 就太不惜接口的 关于PCIe通道的话 那么呢第一条M.2过代插槽 是从CPU直连出来的PCIe 3.0 by 4的模式 同样的第一条显卡插槽呢 也是从CPU直连出来的PCIe 3.0通道 两个插槽呢都是直连的 而第二个M.2的固态插槽 还有第二个显卡插槽呢 则是从芯片组分出来的 分出来的这两个呢 都是PCIe 3.0 by 4的模式 这四个插槽呢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啊 就比如说你插了一个显卡 一个采集卡 两个固态硬盘 这四个设备是可以的 觉得一提是呢 假如你用了第一个M.2的固态插槽 那么呢SATA3的接口将不可以用 IO部分呢 它分配了两个USB3.2 Gen2的接口 配备了一个千兆网口 芯片的则是英特尔的I219V 圣卡呢 中规中矩是LC1200 这款主板呢 还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配备了雷电商的插针 总的来说呢 这是一款中段的J490主板 MITX版型呢 可以配备更小的机箱 处理器接口呢 是LGA1200支持 第十代和第十一代的英特尔处理器 预计在今年三月份呢 英特尔就会发售第十一代的 桌面级处理器了 这也是最后一代14纳米工艺的处理器了 而且终于改架构了 你们也知道 从2015年呢 英特尔推出了第六代处理器SkyLED架构之后呢 到现在的第十代处理器呢 都是沿用SkyLED加强版 英特尔也挺厉害的 一个架构呢 能及五年的牙膏 在这上面去去补补增强一下而已 今年呢 终于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 改架构了 不过十一代处理器也是最短命的一代 为什么呢 因为年底即将上市十二代处理器 十纳米加的工艺哦 你会选择三月份买最后一代14纳米工艺的处理器呢 还是等到年底买十纳米加工艺的十二代处理器呢 好的 那么呢 本期视频呢 主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Z490M Pro4主板 视频呢 到这里也差不多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